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skita是滑雪 那么skate是什么 skate是滑冰的一些室内滑冰场 那么他们在做着交谈 那么第二幅图是这个男孩子教这个女孩子怎么滑冰 那么第三个是他这个男的在滑冰 这个女的坐在这里 他们在交谈 那么第四个是一边滑冰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摔倒了 那么我们一边听一边选择 哪一个是正确的选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听之前呢我要注意啊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单词 第一个呢是skate skate是滑冰的意思呢 skate tada是滑冰 tada是它的动词 那么第二个呢 nomojida 那么ta就是nomojida 摔倒了 nomojida 第三个呢 hambakü pakü是本来是轮子的意思啊 那么这里指的是一圈 那么hambakü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仔细地听一下 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 1번 1번 수미 씨, 여기에서 뭐 해요? 스케이트 더 안 타요? 아까 넘어진 데가 아파서 좀 쉬고 있었어요. 그래요? 그럼 좀 쉬어요. 전 한 바퀴 더 돌고 올게요. 아까 넘어진 데가 아파서 지금 쉬고 있었어요. 그래서 이 3개는 3개가 맞죠. 그럼 다시 한번 볼게요. 그럼 남자는 어떻게 말할까요? 수미 씨, 여기에서 뭐 해요? 여기에서 뭐 해요? 여기에서 뭐 해요? 스케이트 더 안 타요? 더 안 타요? 여기에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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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안 타요? 지금 한 번 쥐는데가. 지금 너무 쉬고 있었어요. 좀 쉬고 있었어요? 그럼 다시 가요? 그럼 쉬어요. 그럼 그럼 쉬세요. 그럼 좀 쉬고 있어요. 그럼 쉬고 restrictions요. 이제 가요. 전, 전은, 전은. 여기에서 안 타요. 한 바퀴 더 돌고게요. 그러면 제가 안 타요. 한 바퀴 더 돌고게요. 한 번 더cel거리에다가 가면. 그럼, 그럼,�. 그리고 여기에서 3개는? 그러면 teşekkür 한 번 더 좋아요. 그리고 상대방을 선택하고 있어요. 이거 다시 가요. 이 부분은 ziemlich 간단하게. 이차도 사실은 단어로는.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题到第六题啊 是什么呀 那我们听这个对话呢 看哪一个可以 它可以连接起来的话选出来啊 那么听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那么就可以知道 它是关于这个 那么我们说在听之前呢 一定要先看这个文段 那么我们才去听 那么不能先听了再选 那么就没时间了对吧 那么不管是做英语题还是韩语题 都是要先看它们 然后再去听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 那么和弟弟一起呢 去回来了 说明呢我已经去了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能中也表示正在 我正在家里面看电影的这个中间啊 那么第三个呢 고향에 가면서 읽으려고 해요 那么 읽다是什么呢 看啊 读 那么呢 我想一边去故乡一边读 那么第三个呢 친구들하고 낚시 낚시 학기로 했어요 학기로 하다 학기로 하다 기로 하다 表示 决定去 打算 已经决定好了 我要决定好了 和朋友一起去 낚시 낚시 是钓鱼 那么我们听一下 是哪一个是正确的 3번 그냥 고향에나 갔다 오려고요 수민 씨는요 那么这个男的说 계획 구연이 갔다 오려고요 수민 씨는 효과 계획이 뭐예요 这个意思 应该选什么呢 친구들하고 낚시 학기로 했어요 表示我对未来 这个打算的 一个计划 一定要用 这个未来型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怎么说呢 도디요 단 주 명 효과 네요 那么 도디요 도디요 是什么意思 到底啊 总算 总算下个周 就是什么 休假了 효과 때 那么休假的时候呢 무슨 계획 있어 要有什么計画呢 그냥 고향에나 갔다 오려고요 那么呢 我想去 我想这个 去故乡 然后再回来 那么 수민 씨는요 那么你的計画是什么呢 所以很简单 친구 돌아고 낚시 가기로 했어요 我要和朋友一起去 钓鱼 那么这个是 非常正确的答案 表示对未来 计划打算的 一个语法 きるはだ 决定去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七题 第七呢 到第十题呢 ため 他们 무엇의 대안 대용인지 맞는 고수고를 십시오 这是对于什么的根据 对于什么的一段话呢 然后选择正确的一个 那么 에 대하다 表示什么 对于什么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ストレス에 주운 음식 ストレス에 주운 음식 对于这个 ストレス 什么是ストレス 这个压力 对于压力好的 对于缓解压力好的 一些饮食 第二个呢 ストレス的プ能パンポ ストレス的プ打 这个プ打是 什么意思呢 表示解开 缓解 缓解压力的 一个方法 第三个呢 ストレス的 パンナン 성격 容易受到 压力的 性格 第四个呢 ストレスが 쌓이는 意欲 쌓이다 表示什么呢 表示 那我们听一下 说什么 안 그러면 스트레스를 더 받거든요 那么他们在说 什么呢 怎么样才能 ストレス プ能什么 プ能パンポ 怎么样呢 缓解这个压力的 方法 他们在讨论 这个呢 那么我们再来 看一下 它的对话 是什么呢 那么有才 怎么说呢 Keyboard 刚才我们听到了 这个敲击键盘的 声音 然后怎么说呢 ストレス サヨース 安对겠다 安对겠다 不行了 那么我的 这个压力的 太多了 积累太多了 不行了 所以呢 摸了 就摸过 那么我得吃点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呢 一说压力的话 就想吃啊 那么这个是一种 缓解压力的方法 那么男的怎么说呢 Keyboard 比起那样的 解决 缓解压力的方法 来说呢 散步 不是更好吗 那么有的怎么说呢 酸 摸了 摸 那么我在这个时候呢 我得吃东西 安 如果不吃的话呢 如果不吃的话呢 如果不吃的话 我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所以你在讲什么呢 不能 不 所以第二个是正确的 对吧 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十一到 第十三题是什么呢 听对话 然后选择呢 跟这个对话内容 一致的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那么这个 缩色是什么 缩色是小说 那么女人呢 这个小说呢 一天都全部看完了 一天就全部都看完了 那么第二个呢 这本书呢 那么不怎么受大家的欢迎 不怎么有人气 第四个呢 那么男人给这个女人介绍了这本书 我们来听一下 这本书呢 自己 읽어보라고 해서 읽기 시작했는데 손에서 놓을 수가 없더라고요. 사람들이 이 소설을 왜 그렇게 좋아하는지 알 것 같아요. 정말 재밌죠? 인기가 많아서 그런지 영화로도 만든대요. 그래요? 벌써부터 기다려지네요. 那么他们对话完了 我们可以知道 在一开始这个语言就说 所以第一个是正确的 对吧 那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 那有的怎么说呢 我一天就把它看完了 所以第一个是正确的 对吧 那我们看后面的男的怎么说呢 那我也是这个人们都让我读 所以我就开始读了 就爱不释手了 就把手放不下了 放不下手的意思 爱不释手的意思 所以我好像知道了 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小说了 非常有意思吧 人気が 많아서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人气特别的多 所以听说好像把这个小说变成了电影了 那么第一个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4到17题 这个男的在想什么 男人在想什么 选出来一定不要选错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那么这个aircon aircon是aircondition 这个是英语 外来词是空调的意思 aircon aircon是隔音 打折打折的这个时候 应该买 第二个呢 我想买这个和家和这个房子 适合的一个aircon 第三个呢 aircon的search 比用을 내릴 필요가 있다 这个比用을 내리다 表示降价 那么这个search 表示设置 安装 安装这个空调的费用 应该要 需要降低 第四个呢 이사를 한 다음에 那么 이사 是搬家之后呢 aircon을 擦는 것이 좋다 所以 安装这个 买这个空调才是 比较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 第一个 aircon 刚才我说了 aircondition 是什么呀 空调 第二个呢 harin 那这个 有色 有色是最近的 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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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意思 我们来听一下 14번 여보 우리도 이번에 에어컨 한 대 사요 요즘 할인도 많이 하니까 싸게 살 수 있을 것 같은데요 요샌 날씨도 별로 안 더운데요 그리고 우리 곧 이사도 가야 하고요 지금 사면 설치하고 옮기는데 또 돈이 들잖아요 이사하고 내년 여름쯤 새집에 어울리는 걸로 삽시다 음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女的是想买 但是男的呢 不想买 她打算 이사한 후에 삽시다 那么 我们搬家以后 再买吧 所以呢 这个 第四个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 요再说 여보 여보 是什么意思 是 这个 叫对方 叫自己的 爱人的时候 说 여보 丈夫 或者是 亲爱 的 这样的意思 那么 우리도 이번에 에어컨 한 대 사요 에어컨 한 대 这个 대 是两次 一台 我们也去 买 一台 空调吧 那么 요즘 할인도 많이 하니까 那么 最近 打折 也 非常的多 사게 사게 살 수 있을 것 같은데요 那么 我们可以 便宜的 去 买了 那么 남자 怎么 说呢 요새 날씨 별로 안 더운데요 那么 最近 天气 也不 也不 怎么 热 그리고 우리 국 이사도 가야 하고요 所以 我们 국 是什么 马上 马上 就要 搬家了 지금 삼양 설치하고 운기는 데 돈이 들잖아요 那么 现在 如果 맞的话 设置 安装 和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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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돈 也要 花钱 所以 이사도 搬 以后 내년 여름 즈음 夏天 这个时候 즈음 是 这个时候 새 집에 어울리는 글로 삽시다 和 新家 合适 的 글 것을 로 삽시다 这个空调 买一下 就可以了 那我们 看哪一个 正确呢 应该 第四个 이사를 한 다음에 에어 可能 사는 것이 좋다 所以 第四个 是正确的 那我们 再来 看一下 这个 下面 一道 一道 题 是 十八 到二十 题 那么 十八 题 是什么呢 다음 대화 が 끝난 후에 对话 结束了 以后 여자가 이어서 할 행동으로 알맞은 것을 구십시오 那么 这个 女人 和 男人 对话 这个 女人 이어서 将要做什么 行动 选出来 他将要 去做什么 做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 选出来 就可以了 那我们 看第一个 Tシャツ를 搬다 Tシャツ 是什么呢 是T恤的意思 那么 这个 搬다 是什么呀 是 搬的 搬 搬的 搬的 是 洗的意思 如果加 这个 年了 变成 搬的 那么 第二个 세탁기를 돌린다 这个 돌린다 是 转的 意思 那么 세탁기 是 洗衣机 那么 转洗衣机 什么意思 就是开动 这个洗衣机 那么 开洗衣机 第三个呢 プリ 是要做的事情 那么呢 要去做 要去看一下 要做的事情 这是个呢 다른Tシャツ 를 찾는다 找别的 这个Tシャツ 我们看一下 哪些重要单词呢 Tシャツ 是 Tシュー 행사 행사 是一个 한字词 是 行事 的意思 那么 这里 指 活动 然后呢 세탁기를 돌린다 也是非常重要 是 转这个 洗衣机 是什么意思呢 开洗衣机 的意思呢 我们听一下 女生 要继续 行动 是正确的 18번 민수야, 너 지금 빨래하려고? 세탁기 고장났는데? 그래? 이 티셔츠 내일 입어야 되는데 그럼 손으로 빨아야 되는 거야? 티셔츠가 그거밖에 없는 것도 아니고 다른 거 입으면 되지 이거 내일 행사 때 꼭 입어야 되는 단체 티셔츠거든 빨리 세탁기 돌려놓고 나가려고 했더니 나 급한 볼일이 있어서 나가야 되는데 누나가 좀 해주면 안 돼? 알았어, 그럼 이리 줘 어, 역시 우리 누나밖에 없어 응, 우리就可以知道了 우리 다 생각해哪一个是这个女人要做的行動 应该是什么呢? 她帮她的弟弟去洗这个 티셔츠,对吧? 所以呢,那么第一个是正确的 응,那我們接着看一下她의对话 응, 우리 이제看一下这个对话 여기, 유다怎么说呢? 민수야, 너 지금 빨래하려고? 아,这个 민수 시,这个 난다 니现在 시,想洗衣服吗? 세탁기 고장 났는데 那么,这个 시지呢, 고장 났다 고장 났다表示啊, 추구장了 아,这个 시지 추구장了 那么, 남자怎么说呢? 그래,是吗? 이 티셔츠 내일 입어야 되는데 해야 입어야 한다 我要穿,我明天要穿这个 티셔츠的 所以呢, 그럼, 손으로 바라야 되는 거야? 那么,用手,用手来洗嘛? 아,用手洗才可以嘛? 那么, 유다说 티셔츠 그거밖에 없는 것도 아니고 다른 거 입으면 되지 那么, 티셔츠呢, 그거밖에 없는 거 아,又不是说除了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呢, 다른 거 입으면 되지 你穿别的就行了呀 那么, 남자怎么说呢? 이거 내일 행사 때 구 입어야 되는 谈차 티셔츠거든 那么,这个是明天呢 这个 행사啊 这个行事活动中呢 一定要穿的这个团体 谈차是团体 团体的这个 티셔츠衫了 那么呢 빨리 세탁이 털려 놓고 나가라고 행사했었니 那么,我想 赶快把这个放进洗衣机里面 去转一下 然后呢,就出去 我刚才这样做的时候 发现什么这个头 你表示呢 自己经历过和现在的对照 对吧? 所以呢 拿口판 불일이 있어서 나가야 되는데 所以呢 我有非常急的 这个要做的事情有 所以呢 我刚要出去的 所以呢 누나가 준해 주면 안 돼 那么 누나是这个女人了 姐姐,你帮我洗一下不行吗? 알았어, 그럼 이리 줘 我知道了 那你给我吧 所以呢 哦, 역시 우리 누나 파게 없어 那么还是我的姐 除了我的姐姐就没人了 我还是最爱我的姐姐 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第一个什么呢? 应该是 티셔츠 를 반다 所以呢 她帮她弟弟洗 这个 티셔츠 才是真正的 这个女人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要选择 第一个 嗯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一道题是什么呢 是21到22题 다음 내용을 듣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我们听一个对话 然后回答 两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什么呢 听一下和对话一致的 那么第一个什么呢 男자는 악�이 앞으로의 요인 계획이 없다 那么这个男的 还没有 没有这个 以后的 这个 앞으로 是以后的 以后的 这个旅行计划 还没有 那么第二个呢 男자는一分 처음으로 자신의 책을 냈다 책을 냈다 表示出书了 就是出版书了 那么这个男的 还没有 没有这个 以后的 这个 앞으로 是以后的 以后的 这个旅行计划 还没有 那么第二个呢 男자는一分 처음으로 자신의 책을 냈다 책을 냈다 表示出书了 就是出版书了 那么 男的这次呢 是第一次 第一次出书 第一次出自己的书 那么第三个呢 男자는 요인하면서 특별한 경험들을 했다 那么这个男的 在旅游的时候 一边旅游 一边有一些 特别的经历 第四个呢 男자는 3년 전부터 男人在 三年之前 準備했던 일을 마치 계획이다 那么他 准备的 这个事情 马上 就要 结束了 这个 마치 代表 是 结束的意思 马上 就要 会要 结束了 这个意思 那么 二十二呢 男자는 누구인지 고루십시오 这个男人是谁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个 소설가 소설가 刚才我们讲过 소설是小说的意思 那么 소설가 小说家 第二个呢 有행가 旅行家 第三个呢 출판사 직군 出版社的职员 雜誌社 记者 这个杂志社的 什么呢 记者 那么我们选出来 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们看一下 重要的单词 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 interview interview是什么呀 是个英语的外来词 interview 这个采访的意思 第二个呢 각지 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 各地的意思 各地 这个 출판하다 출판하다 和 책을 냈다 一样的意思 出书的意思 出版 这个呢 묶다 묶다 什么意思 방在一起 捆在一起 捆在一起 捆绑的意思 那么这个 등장하다 등차 작업 작업是 作业的意思 作业 做一件事情 的意思 那我们来听一下 哪一个是正确的 오늘 파워 인터뷰에는 세계 각지를 여행하며 재미있는 여행기를 활발히 써오신 김민수 선생님께서 자리해 주셨습니다 선생님 안녕하세요 한국에 돌아오신지 얼마 안 됐다고 들었는데요 네 여기에 등장하는 나라들은 한국 사람들에게 잘 알려지지 않은 곳이에요 그 특별한 경험들을 정리해서 책으로 낸 거죠 앞으로도 이런 작업들을 계속할 예정입니다 네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男的是什么呢 是游行家 那么他是怎么说呢 这个旅游是我的事情 所以他是个旅行家 第二个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什么内容 今天POWER INTERVIEW 是这个节目 采访中 世界各地 一边旅游世界各地 一边有趣的旅行记 非常活跃地写的 这个金明树老师呢 我们出席了今天的我们的访谈 这个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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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到韩国呢 还没读航时间吧 我听说没有读航时间 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呢 男人就是这个金明树了啊 说 那三年 전부터 준비해왔던 책 出版하게 那么我三年之前呢 就已经准备好的 这个词表示过去回忆啊 那么就准备好的这个书呢 所以呢 要出版了 要准备要出版了 所以呢 那我三年之前呢 就已经准备好的 因为这样的事情呢 잠깐 所以因为这件事呢 我啊 就是回来一点时间 回来很短的一件时间 那么 那么 这次我出的这个书呢 那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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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登场的一些国家呢 韩国人们的这些国家呢 那么登场这些国家呢 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是韩国人呢 不怎么知道的啊 不怎么被韩国人知道的 这么 不怎么被人知道的一些地方 那么我把这个特别的经历呢 整理了一下 所以呢 我就出书了 嗯 앞으로도 那么以后呢 이런 작업들을 계속할 예정입니다 那么 这样的作业呢 我会持续地做 这样的 这样的计划 那么我们看一下 哪一个是正确的 嗯 那么这个 哪一题呢 21题 那么哪一个正确呢 嗯 第三个 男人在旅行的时候呢 有非常特别的一些经验 那么 这个男人在旅行的时候呢 有非常特别的一些经验 那么 男人是谁呢 所以这样选出来就非常正确了 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一个 啊 是25到26题 是 是 同时做两道题 25呢 是什么呢 有在的三角 又在的三角 又在的三角 选一下女人的想法 那么 第二十六呢 嗯 我们看一下女人想法 是第一个什么呢 그림 是 通过图片啊 画家的商务 策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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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是 越看的越 图越多 那么 那么 这个图的意义呢 就可以知道的更好 第四个呢 如果知道了这个 画这个画的背景呢 那么 理解这个图片呢 就非常的容易了 嗯 那么 哪一个是这个 我们选出来 那么 26呢 那么 那么 他提出他的主张的 根据是什么呢 选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 观察结果 自己的经历 第三个呢 인터뷰 내용 采访的内容 실제 조사材料 实际的调查资料 哪一个是这个 여자의主张의 근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 부담스럽다 부담스러워요 是什么呢 非常负担的意思 감상하다 欣赏 칠하다 칠하다 表示图 上有期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 미술 감상 全然風風景처럼 느껴지지 않았어요 왜 그렇게 그렸는지 이해할 수가 없어서 화가에 대해 알아봤는데요 그 그림은 가족을 잃은 후에 그린 거였더라고요 자신이 느끼는 슬픔을 그렇게 표현한 거죠 화가에 대해 알고 나니까 그제서야 그림이 이해가 됐습니다 여러분도 그림을 감상할 때 그 그림의 화가가 누구인지 또 어떻게 그 그림을 그리게 되었는지 알아보세요 그러면 그림의 의미가 더 쉽게 다가올 겁니다 그 그림을 감상할 때 여기 계신 분들도 대부분 부담스럽게 노력시 텐데요 这个R10表示将会 那么在座的各位 一定会大部分的人 都会觉得很有负担 对吧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 这个美术作品 这个艺术离我们比较遥远 很多我们去看一些图片的时候 觉得看不懂 看不懂这个图的意思 那么它怎么说呢 저는 그림의 배경을 알면 그게 그렇게 어렵지 어렵지만을 안다고 말씀드리고 싶습니다 那么这个 말씀을 드립니다 是什么呢 表示告诉你们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知道R10 如果知道这个 그림 这个图片的背景的话 那么呢 那么欣赏这个图片的时候 是不难的 어렵지만을 안다고 是不会难的 所以呢 아는 만큼 부인다는 말도 있잖아요 那不是有这个 我懂多少 就能看出多少 这样的话吗 예전에 那么以前呢 那么说明是什么呢 通过她以前的经历 这个女人自己的经历 所以呢 제가 박선우 画가의 그림을 봤을 때 봤을 때가 기억났네요 기억나다 表示想起来 我就想起来 我以前看这个 박선우 是一个画家 他的画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这个事情了 嗯 분명의 풍경이라는 제목이었는데 那么春天的风景 是这个图的这个 제목 题目了 但是什么 그림 전체가 那么这个图呢 全部都是什么呢 까맣게 칠해져 있어서 那么都是图的黑黑的 这个图整个是黑色的啊 那么呢 저녁 完全的感觉不到什么 这个春天的风景 像春天的风景一样的感觉 所以呢 왜 그렇게 그려는지 이해할 수가 없어서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把这个春天的景色 画成都是黑的 所以呢 然后呢 画家的体验 알아봤는데 所以呢 我就 알아봅니다 表示打听 我就打听了一下 这个画家的 这个身份了 那个 그림은 가족을 이런 후에 그린 거였더라고요 所以呢 这个图呢 这个画呢 是这个 他作者失去 家族以后画的 所以非常的悲痛 是吧 자신에 넣기는 슬픔을 그렇게 표현한 거죠 所以呢 自己的 自己感受到 这个伤心呢 这个 슬픔 伤心呢 就这样子表现出来了 화가에 대해 那么对画家呢 알고 난ika 난ika 那么 我对画家以后 知道了解以后呢 그제서야 那么 那么才怎么样呢 그림이 예가 됐습니다 那么我才理解了 这个作品的含义 여러분도 그림을 감사드대 那么大家呢 欣赏图片的时候呢 그 그림의画家가 누구인지 那么这个 画的画家是谁 도 어떻게 그 그림을 그리게 되는지 那么怎么画出来的 알아보세요 去打听一下吧 그러면 그 그림의 의미가 더 쉽게 다가올 겁니다 那么这个 画的意义 那么 就会更加容易的 表现出来 这样的意思 嗯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二十五了 요자이 3가 맞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应该是呢 第四个啊 그림이 그려진 베경을 알면 如果呢 知道这个画的背景的话呢 그림을 이해하기가 도 쉽다 那么 就更容易了解 这个画的意思了 嗯 那么呢 应该是什么呢 요자이가 자세한 주장의 근거로 应该是 자세한의 경험 那么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告诉我们的 这个 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应该选择 第二个 那么这个题 就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二十七到二十八 다음 내용을 듣고 물음에 답하십시오 听一下 然后呢 回答问题 那么二十七呢 남자의 생각으로 맞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 男人的想法 和男的想法 一致的选出来 我们来看 第一个 가격표를 밖에 붙이도록 의미화하기는 쉽지 않다 那么这个 가격표 가격표是 价格表 밖에 붙이다 贴在这个 上帝的外面 那么 도로 让他 让这个 价格表 贴在商店的外面 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义务化呢 是不简单的事情 那么第二个呢 요즘 가격마다 那么 最近呢 每个商店 가격표를 밖에 붙여 놓아서 필요합니다 那么呢 最近呢 这个价格 在这个 每个商店的 价格表呢 都在外面 贴着的 所以非常的便利 第三个呢 가격표가 밖에 붙이면 如果价格表 贴在外面的话呢 가격이 인하되는 효과를 풀 수 있다 那么 价格 인하 인하 是 下降 价格下降的 这个效果呢 就可以 显示出来了 第四个呢 가격표를 밖에 붙이지 않더라도 틀어도 表示 就算 就算 不把这个 价格表 放在 贴在这个 外面 가격 경쟁 을 피할 수 없다 那也不能 避免 有这个 价格的 竞争 那一个 是这个 남자의 상관 맞는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 第二十八呢 没有这个 투표 지지 투표 지다 是缩小 没有缩小 和对方的 这个意见的 差异 所以呢 다 탑페 하고 있다 所以 非常的慢 非常的憋屈 这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呢 자신의 잘못을 인증하면서 把自己的 这个 错误呢 认证了 然后 상대방의 의견을 받아들이고 있다 那么 认证的 错误呢 把这个 对方的 意见 接受了 第四个呢 상대방의 의견을 일부 동의하면서 일부 一部分 同意 这个 对方 意见的 一部分 자신의 생각을 말하고 있다 然后再说 自己的 想法 那么 看这个 单词 哪些呢 바깥 바깥 外边 밖에 바깥 가격表 价格表 의무화 意乌화 对吧 那么 경쟁 진정 효과 效果 선택하다 选择 낮추다 낮추다 降低 然后呢 有意하다 有利的 这个 우히로 方案 보나다 民民之道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听一下 저는 식당이나 미용실 같은 가게들은 바깥에 가격표를 붙이도록 의무화 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합니다 누구나 한두 번쯤은 가게에 들어갔다가 값이 비싸서 그냥 나온 경험이 있을 텐데요 가격표를 밖에 붙여놓으면 그런 불편함은 없어질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그리고 그렇게 되면 가게들끼리 손님을 끌기 위해서 가격 경쟁을 하게 될 테니까 가격이 인하되는 효과도 볼 수 있을 가게들끼리 가격 낮추기 위해 경쟁 하다보면 음식 이나 서비스 의 질은 점점 나빠질 게 뻔합니다 그렇다면 그건 유익한 게 아니라 오히려 피해를 주는 것이 되겠죠 그럼 우리 刚才 听了 这个 对话 우리 分析 他的 内容 那么 这个 남자 怎么 说的 呢 저는 식당이나 미용실 같은 가격이 들은 那么 像 这个 饭店 或者 像 美容 市 这样的 商店 里面 바깥테 在外边 가격표를 붙이도로 의미화 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합니다 必须 要把 这个 价格表 貼在外边 那么 这样 事情 要 义务化 必须 每个人 都要 做 누구나 한두 분 这么 那么 谁都有 这样的 经历 한두 분 一次 两次 这样子 가게 들어갔다가 那么 我们已经 进了 商店 但是 값이 비싸서 因为 价格 很 贵 그냥 나온 기용 이 있을 텐데요 那么 의미화 是 猜测 的 我们 进了 商店 因为 商店 东西 太贵 了 所以 又 出来了 这样 经历 每个人 都会 有一 两 次 那么 가격표를 밖에 붙여 도면 如果 把这个 价格 表 贴在 外边 的话 그런 不便 함이 없어질 라고 상합니다 那么 我就认为 这样的 不方便 的感觉 就会 没有了 那么 그리고 如果 那样 做 的话 가게 되길 那么 商店 自己 和 自己 怎么样 呢 为了 给打 为了 的 招引 这个 客人 가격 경쟁 을 하게 테 니까 那么 就会 怎么样 把这个 价格 竞争 就会 就会 有 价格 的 竞争 然后 가격 引入 효과도 不出 있습니다 不出 있을 거예요 那么 价格 下降 的 效果 也可以 可以 看到 可以 呈现 出来 那么 我也认为 저도 그렇게 생각 那么 说明 他承认 这个 男一部分 的 看法 是正确的 那么 承认什么 这个 가격 在外面 贴的话 有助于 什么 有助于 这个 孙님들이 有助于 客人 去 选择 선택 하는 데 도움이 됐다 有助于 去选择 这个 商店 无论 那么 当然 无可 无可 厚非 的是什么 가격 都 조금 撒 之 那么 当然 这个 价格 也会 变得便宜 但是 他要说明 自己的 看法 这个 就是特别 好的 事情 只是 非常好 非常有利 的 各个 饭店 为了 把 这个 价格 降低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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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会发现 什么呢 食品 和 服务 都会慢慢变 坏 不用说 也 知道 饮食和 服务 质量 都会 慢慢变 坏 变 坏 如果 那样 的话 那样 有益 有益 那样 这就不是 好的 事情 오히려 反而是什么呢 피해를 주는 것이 되 겠죠 是有 一个 害 出 是让我们 被害 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27年 选 什么呢 남자 的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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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正确的 如果你把价格表放在外面的话 价格可以降低 那 女人的态度 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是什么呢 第四个 相对方的 估论 不同意 她同意对方的一部分的意见 然后 这个就非常正确了 我们应该选 这样选 BC 就是满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 29到30题的低下 第一个 选择题目 那么题目呢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一定要知道明明确确的 才可以选出来它的题目 我们看第一个 那么呢 为了就是材利的是激活 激活个人的什么呢 这个取向 这个呢 兴趣 然后呢 选择业务 选择我的这个业务的范围 第二个呢 创意적인策略 通过这个创业性的思考 企业文化 换一下这个企业的文化 第三个呢 恩母 虚优性 为了这个业务的效率性 所以呢 把这个个人的空间呢 就没有了啊 那么第四个呢 参与环境派国 变化了这个办公室的环境呢 那是没有用的意思 那么桌子就变得没有用了 那么哪一个是它的节目 选一下 那么三十题呢 通过了这个空间的区分 呢没有了 创意적인策略 创意性的思考方式呢 就变得可能啊 那么第二个呢 为了职员的方便 共用空间的 能力的会社が 满大 共用空间是共用 共用空间呢 扩展的一些公司呢 很多 第三个呢 那么这个职员呢 对自己的这个业务啊 对自己的业务啊 对自己的业务啊 自由的选择座位 第四个呢 那么一把这个个人 个人啊 定的固定的这个座位呢 去掉之后呢 那么职员呢 职员呢 职员各自间的交换 对方的意见呢 变得很容易 那么哪一个字 错误的选出了 我们看一下单词第一个 分裕是什么呢 氛围啊 气氛 那么这个 效率性的 效率的 非常果敢的 果断的 是去掉消除 那么这个业务 业务是业务 才业务的 自由 創意的 創意的 我们来好好听一下 这个文章 요즘 사무실 분위기를 보다 효율적으로 바꾸려는 회사들이 늘고 있다고 합니다 어떤 모습일지 궁금한데요 박주연 기자가 취재했습니다 광고업체인 이 회사는 개인별로 정해놓았던 자리를 과감히 없애고 공용 공간을 늘렸습니다 사무실 내에서 자기 자리와 자기 책상이 없어진 셈인데요 공간도 절약하고 업무의 효율성도 높이기 위해서라고 합니다 직원들은 직원들은 그날 맡은 업무와 개인의 취향에 따라 자리를 선택해 하는데요 공간을 정해놓지 않고 자유롭게 움직이며 일하다 보니 직원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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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간의 의견을 나누기도 쉽고 창의적인 사고도 가능하게 되었다고 합니다 이같이 사무실의 환경을 바꾸려는 기업들은 앞으로도 계속 늘어날 것으로 보입니다 그러면 我们听完了 这个话 我们来 分析 一下 这个 内容 那么 남자 怎么 说呢 요즘 사무실 분위기 부다 효율적으로 바꾸려는 회사들이 늘고 있다고 합니다 那么 听 说 什么呢 最近 这个 办公室 为了 比 这个 办公室 更 有效率 把它 变得 更 有效率 所以 转变 这个 办公室 的 氛围 这样的 公司 就增 多了 得过 增 多了 어떤 모습 일지 那么 是什么 样的 样子 궁금한데요 非常的 好奇 那么 박주영 기자가 取材 했습니다 取材 是 取材 采访 那么 这个 박주영 这个 记者 就 采访 了 那么 这个 友자 就是 这个 박주영 기자 他怎么 说呢 광고 업체 이 회사 那么 这个 广告 液体 那么 这个 公司 是 广告 液体 那么 개인별로 정해 놓았던 자리를 과감 업체 那么 个人 每个人 个人 别 来 定的 这个 位置 果断 的 去掉了 업체 去掉 공용 공간 늘 늘렸습니다 那么 把这个 共用 的 空间 就是 增多了 那么 在这个 公司 里面 자기 자리 자기 책상이 업체 成 那么 等于 说什么 没有 自己固定 的 桌子 那么 自己的 座位 和自己的 这个 桌子 就没有了 等于 说是 没有了 这个 年三米 代表 算是 那么 空间 都 照着 靠谷 那么 空间 也 非常的 少 音乐 효율 上 都 높이 约 上 为了 提高 这个 业务 的 效率 性 也 说 是 因为 是 这样子 那么 직관 的人 可 那 全 音 は 可以 取杨 的 那么 支援 在当天 和他 承受的 这个业务 和 自己的 取向 随着 的 取向 那么 选择 座位 去 做 空间 而 常 不定 这个 空间 自由 的 移动 移动 代表 移动 的意思 然后 这样 工作 以后 会 发现 什么 呢 직원들 간에 의견 나누기도 쉽고 那么 职员 间的 意见 这个 나누 分享 也 非常的 容易 창의 的 사고 都 可能 하게 되었다고 합니다 那么 这个 有 创意 的 想法 也是 会 也 越来越 越来越 多 这样的 意思 我们来 看哪 一个正确 的 第一个 是我们 选出 一个 正确 的 题目 那 应该是 哪 一个呢 那么 为了 这个 业务的 效率性 个人的 空间 就没有了 对吧 那么 一起 享用 一个 空间 那么 这个 就是 它的 主题 思想 是 那么 第三 是 哪 一个 不正确 呢 应该 选择 这个 第二 第二个 只管得了 漂亮的 语言 为了 职员的 方便 那么 把这个 公用的 空间 增多的 工资 很多 那么 不是 很多 只是说 一个公司 的例子 所以 这个是 不正确的 应该 这样 选择 就可以了 那么 到现在为止 我们 第27届 韩国语 能力考试 终极 听力 部分 就到这里 希望 大家 能够 继续 关注 我们的 韩国 流通 网址 在我的右下角 那么 我们登录一下 去听我们 别的课程 或者是 在上面 做一个 模拟考试 那么 对大家 考试 一定会 非常有 帮助的 那么 我们下节课 继续 给大家 讲 下面的 内容 各位 谢谢 请不吝 请不吝 请不吝